Hello,同学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什么是TypeScript 首先呢我们来打开TypeScript对应的官方网站 TypeScriptLang.organization这样的一个域名 大家可以到这里查看TypeScript官方的一些内容 那翻开官方网站我们往下滑 在手屏上就能看到官方对于TypeScript它的一个核心定义 TypeScript is a typed superset of JavaScript that compares to plain JavaScript 那这就是对TypeScript一个非常简单直观而且准确的定义 他说呢TypeScript是一个JavaScript的超级 而且它拥有类型机制 它呢不会在浏览器上被直接的执行 它会被编译成JavaScript之后才能够运行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依次对这几个概念中的核心点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说TypeScript它是JavaScript的一个超级 superset 那什么是超级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类比啊 我们可以说ES6实际上就是ES5的一个超级 为什么呀 因为ES6兼容了ES5所有的语法的情况下呢 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有的独特的语法 所以ES6包含了ES5所有的内容 还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ES6是ES5的一个超级 那我们说TypeScript它是JavaScript的对应的一个超级 就意味着TypeScript除了包含ES6 ES5这样的JavaScript 基础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特性之外呢 它还有自己一些独特的语法特性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当我们去学习TypeScript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是对ES5 ES6这样的语法 进行学习的基础之上 再去额外的学习一些TypeScript对应的独特的语法 我们再来说 TypeScript它有自己的类型 这里的类型呢 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类型 我们呢给大家通过代码举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静态的代码类型了 打开上节课我们下载的VSCode这个软件 我们呢在这个软件下 首先在桌面上我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TypeScript OK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夹下去创建 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呢我们启动叫做 demo.gs 第二个文件我们叫做demo.ts gs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gs文件 而ts文件它就是一个TypeScript对应的文件 那传统的JavaScript中也有类型的概念 比如说我定一个leta等于123 那这个时候a它是一个基础类型 也就是它是一个数字类型的变量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啊 让a等于一个字符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不会报任何的错误 在JavaScript里面我们这么去使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其实在JavaScript里面就有类型的概念 只不过这里的类型是一个动态的类型 也就是我的一个变量 它的类型可以随时的去改变 所以大家要记住在gs里面 我们说的类型它是动态类型 可是到了ts呢 到了TypeScript之中呢 我们说的类型就变成了静态类型 大家可以打开demo.ts这个TypeScript对应的文件里面 那我们呢在这里写下 它对应的类型就变成了静态类型 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再定一个变量叫做b 它呢在TypeScript里面让它等于123没有问题 但是在TypeScript里面 我想让它再等于123这个字幅串 大家可以看到b就会报错 它会提示 Type123 is not assignable to type number 也就是123这个字幅串 没法复制给一个存放number类型的变量里面去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当我定义b的时候 它里面存储的类型 就是数字类型 所以未来它存储的类型也只能是数字类型 所以如果你想让b再去存其他类型的东西 那就不可以了 它只能存数字类型的东西 所以它的类型是写死的 也就是静态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TypeScript里面 我们说的类型实际上指的是这种静态类型 当然呢我们写let b等于123 实际上写权应该这么去写 let b number 等于123 它的意思是我定一个变量b 它的类型是number 它的初始值是123 那未来呢 b就不能再给它其他类型的东西了 但是你可以给它一个 比如说其他的数字啊 比如456 这个时候它就不报错了 为什么不报错了呀 因为b它是一个数字类型的东西 而你往里面去存储其他数字类型的东西 也是OK的 所以讲到TypeScript 大家现在就清楚了 它里面说的一个类型 指的就是静态类型 那我们再回到官方网站上 大家现在就能明白了 关于TypeScript前半部分 它所说的内容 那它是一个JavaScript的超级 同时它拥有静态的类型 那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呢 后半句指的就是TypeScript 它不能直接的在浏览器环境 或者Node的环境下运行 它呢必须通过它的编译器 把它编译成普通的JavaScript之后 再去运行 怎么去理解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打开TypeScript 官方网站的Playground这块的内容 我们点击进入Playground 我们可以在Playground的左侧 去编写一些TypeScript 对应的代码 这里呢我会写一点 比较独特的代码 大家呢不必深究 它只是TypeScript提供了一些 新的语法特性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里我只是做一个示范 在这里我定一个Interface 名字叫做Person 一个人呢 我认为它应该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OK 那么接下来我去创建一个老师 Constanteacher 它呢应该是一个Person 它应该是个人 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我可以给它一个 Dell Lee 好 左侧的代码写完了 大家可以尝试把它考到浏览器上 控制台里面去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会报错说 这种语法我是不识别的 左侧的TS代码 它是没办法在浏览器上直接运行的 也没办法在Node端直接运行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用这段代码 你需要把它先编译成GS代码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右侧它会自动的 把我左侧的这个TS代码 编译成ESDU这样的GS代码 那这段GS代码实际上 是在浏览器上可以运行的 我们复制粘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这块就给大家解释了 官网说的第二部分内容 说TypeScript会被编译成 普通的JavaScript 然后再去运行 所以讲到这儿 大家整体对TypeScript这个概念的描述 就应该都清楚了 那它是JavaScript对应的一个超级 它里面有自己的静态类型 同时它不能直接运行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编译编程 普通的JavaScript的代码之后 才能运行 OK 那实际上我们这门课程 后面要带大家学习的也是 TypeScript里面 区别于JavaScript的一些新的语言特性 以及它里面的静态类型的机制 和它编译成普通JavaScript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块内容学完了 大家也就应该可以理解TypeScript并熟练使用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